美股南逃八穷九爵魔咒 1928年以来 9月素来是美股最糟糕的月份之一 原因刺史的有些投资人 习惯在每年9月重新检视投资组合 包含确认手上的美股七雄 大型股占比是否过高 就连标普500上下震荡2%都成为常态 而且下沙动能远高于上涨趋势 此外3号不仅美股四大指数收黑 AI霸主辉达也没能幸免 受到人工智能热潮退却的影响 这芯片生产商英伟达 在周二的股价是爆错接近一成 单日的市值已经蒸发接近2790亿美元 亏大股价单日暴跌近一成 不过究竟有多惨呢 相当于一系蒸发超维和英特尔 两大科技聚播的市值总和 更创下记录 美股单一公司单日市值损失最高 学商加霜之际盘后还传惊人消息 不过即使身价在短短一天痛失近100亿美元 黄仁勋似乎不为所动 人现身在旧金山替美国职棒开球 但美股重挫拖累全球股市 市场期盼迅速反弹 下半年的AI的景气我认为不会太差 因为现在有这么多的大的企业 他们一直在推展 尽管金掌喊话看好AI前景 然而有专家预测 未来八周内美国股市 还可能在下探7%到10% 认为美股恐怕还有得跌 在你新闻099报道